HOMEDA HOMEDA今天在泰國發表的CRF300L和CRF300Rally兩台黃牌越野車 這兩台車都剛好跨過了台灣的黃牌路全門檻 能夠行駛快速道路和高架道路 究竟CRF300L和CRF300Rally有什麼新車資訊呢 趕快跟著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外觀部分 其實兩台車跟250時期比起來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主要是在CRF300L上面換了一個全新的大燈亮寺 內部也用上了LED的燈具 另外CRF兩台車也都在車架部分做了更新 全新的車架他們兩台車都減重了5公斤 雖然排氣量提升了 但我覺得車架減重會帶來更好的馬力重量比 未來對於你如果真的騎在路上 不論是你要offroad或onroad 其實都會有更好的行程體驗 CRF300L它的車重是141公斤 那CRF300Rally則是153公斤 那同時兩台車也都換上了更大的油箱 CRF300L的油箱為7.8公升 那CRF300Rally則是12.8公升 此外在懸吊部分兩台車都是使用43mm的導力式前叉 搭配上Prolink的中置單槍多遠感後臂震 那在配備部分 CRF300兩台車都配有這個有檔位顯示的液晶儀表 並且還有這個滑動輔助離合器 以及可以獨立後輪關閉的ABS系統 那我覺得他們兩台車在電控部分 比起這個其他廠牌的對手來說 稍微顯得陽春一點 特別是因為這個CRF Rally 它屬於這種Adventure的這種車型 大家都知道這個目前市場賣最好的 黃牌機具的390Adventure 它在電控配備方面真的是相當相當的豐富 那我覺得其實這樣比有一點點的不公平 因為畢竟390Adventure放在黃牌機具當中 其實算是電控配備最豪華的一台 那相較於這個CRF比起來 我覺得他們算是中規中矩 好那在引擎部分 CRF300兩台車都是使用這個286CC的水冷單鋼引擎 那最大馬力是26HP在8000轉的時候爆發 那最大扭力則是2.6公斤米在6500轉的時候爆發 根據Honda官方規格表來看 CRF300這顆引擎 在鋼進行程甚至是壓縮比的部分 都和CB300R的引擎相當的一致 那我在猜這兩台車使用的很有可能就是同一顆的引擎 那有趣的是這個CRF300的馬力跟扭力數據 其實都比CB300R再小了一點點 那我覺得這個馬力小一點是相當合理的 因為畢竟一台是越野車一台是運動街車 但是這個扭力比CB300R更低 我就覺得有點不合理啦 那我們也只能推斷他這顆引擎 是因為這個要通過新的環保法規 所以進行的小修改 那我想啊除了這個動力之外 大家最在意的其實是這種越野車的座高啦 CRF300L的座高來到驚人的880mm 那CRF300R的座高更是恐怖啊 來到885mm 那這個座高大家可能沒什麼概念 我們用這個Honda的F-Card Twin以及這個390ADV來做一個對比好了 F-Card Twin的座高在台灣買得到的LD版本呢 最高是830mm 那這個390ADV過去已經被大家說很高了 他其實也只有850mm 所以和這個CRF兩台車比起來 其實這個座高就差了大概3到5公分左右 那我覺得這個座高呢 對於台灣人來說可能會稍微有點壓力啊 甚至對於我這種180公分的人來說 我都有可能可以第一次體驗到什麼 就是踩不到地板的恐懼啊 那我們根據日本官網上面的資料來看啊 這個880mm的座高是屬於這個 加長前後懸吊行程的版本 那台灣之後會不會真的是引進這個加長懸吊的S版 我想可能還有帶台灣本田出來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啊 那其實他還有另外一個是830mm的一般版的座高 所以我想未來台灣本田會不會是引進這個830mm 還是真的是引進這個880mm以及885mm的版本 我想這個真的可以等台灣本田官方的一些資訊 好那台灣本田其實也已經正式預告 他們會在2021年啊引進這個CRF300L以及CRF300Rally 這兩台車進入台灣市場販售 但售價部分呢他們表示目前還在評估當中 那我想考量到目前市場上的對手啊 以及他們自己加了這個CV300R的價格 我想價格很有機會會出現這個二字頭的售價 那我們縱觀一下目前這個黃牌極具的Adventure市場啊 其實能夠選的選擇還真的不多啊 只有像是這個BMW的G310GS啊 Kawasaki的VS300以及KTM的390Adventure 那我覺得Honda加入這個極具的戰爭之後啊 給大家帶來一個新的選擇 以及我覺得他們這一次相當勇氣可嘉啊 跨入這個全新的黃牌極具的越野車市場啊 那我想這個越野車市場 你以市場主流的這種車款來看 真的是小眾中的小眾 那我覺得Honda願意跨入投資這一塊啊 對於車友們來說啊真的是一大福音 那也希望Honda在CRF300跟300Rally的這個帶動之下 能讓越來越多人體驗到這種林道越野的魅力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針對CRF300L以及CRF300Rally的新車資訊介紹 那請持續鎖定我們SUPERMOTO8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